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今年初委托乐见团队 进驻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在5月中三级警戒前 已经为园区注入不少艺术活力 虽然目前休元将近两个月 但在粉丝专业依然传递着艺文资讯 更预告7月底以及下半年 还会有颇具规模的线上讲演互动 以及更多的市集和展览活动 让民众能够宅在家 防疫也能够在线上感受到 源源不绝的艺文能量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在赖冠宇和乐见团队进驻后 今年1月下旬至5月中 陆续办理多场集结线内外 优质好物的生活市集 优秀音乐工作者等音乐表演 以及富有花东特色的文化体验讲座 然而5月中三级警戒发布后 除了周边停车场维持正常营运 园区服务中心各场馆接暂停开放 包含乐见系列等实体活动都取消或延期 也让许多习惯在园区里散步 周末参加活动的民众 顿时少了个悠闲的场域 今年在花莲文创园区 前面4个月办了很多精彩的活动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几乎整个园区 包括整个公共空间都停下来 然后在卫福部三级防疫解除之前 原则上我们的5、6月的活动 会展延到下半年 在10月底之前 还是希望能够把很好的像市集演讲 还有体验活动 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些内容 还是会持续延续的呈现 然后在这段时间 我们乐见团队 原则上还是每一周 都会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 会有相关的内容 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保持互动 给大家在疫情这段时间一段鼓励 像我们的音乐总监魏广浩 还特别选了他的歌单 然后在前半年 很精彩的这些策展人 他们背后的故事 到底是怎么样养成 他们会具有这样的艺术天分 我们都有很深度的报道 所以原则上我们一直持续的能够希望 透过网路上的部分 跟花林的相亲 还有关心花林文创的朋友 能够保持密切的互动跟关心 团队以线上形式 延续花创的艺文氛围 包含介绍日前秘境创作展 三位参展女性艺术家的深度故事 以及公开爵士乐音乐家 魏广浩推荐的爵士乐曲歌单等 关于下半年的园区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精彩 除了起立创新的团队 接下来持续的 就是市集演讲跟体验活动之外 原则上下半年 还有花东原创生活节 它会在所谓的9月10月11月 每一周都会有很精彩的内容 大家很期待能够在这个园区活化 看到很多精彩的在地的艺术家 跟所谓外地艺术家的策展 都会同时的呈现 然后我们原则上在7月份开始 你就会在我们花林文创园区的 粉丝专页上面会看到 接下来会有很多线上的演讲跟互动 因为这一段的时间原则上 我们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团队 乘香朝兼待 他们会在7月底的时候上线 为期一年的线上展览 把花林文创过去的历史 跟周遭我们邻居们 大家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个园区里面 还有花林的人关心未来 园区的产业发展是什么 都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做一个比较完整 而且精细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待在家里 也可以让大家能够透过网站上面的介绍 分享影片 可以感受到花林的艺文能量 还是持续的源源不绝 赖冠宇表示 感谢文化部及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的支持 原定实体活动都将保留 并研制下半年办理 7月底也将办理 颇具规模的线上演讲和展览 也探索了解花床的过去和未来 更多活动详情 请持续关注 《花联网》 《花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接着蒋帮叶 花联士报导